来学习一下如何摩擦 第一个我们先做正手摩擦 首先呢摩擦球 我们要具备一个条件 就是手腕比前臂低 前臂比大臂低 看啊球们 如果手腕跟前臂一起 你看 它就变成推了 如果手腕高于前臂 那就完了 那就是翘了 翘腕 所以咱们第一个要记住的关键点就是 手腕比前臂低 前臂比大臂低 是这个角度 这是第一关键点啊 无论是直板还是横板 都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呢 小韩老师教一个 带牙拉球的一个小的好的方法 怎么能够包住球和摩擦住球呢 一般我小的时候用这个方法用的比较多 就是打开拍头 什么叫打开拍头 你看这个是侧子对不对 打开拍头 拍头稍微往后 看 而不是前臂打开 前臂该怎么打开怎么打开 但是我们在手腕这个环节里 它不是这个角度的 而是拍头打开的 这样便于更好的摩擦 横板和直板都是一样 你看这是正常的 这是打开的 这是正常的 这是打开的 你看为大家拉一个啊 你看正常的 它很容易下网 当你打开之后 它就有包球的感觉 外展内收的 外展内收对 第三点 整个的摩擦呢 是需要我们松弛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在来球以后啊 引盘的时候 我看很多人都是第一种 没有去刻意的感受过 是放松还是收紧 这不行 对就是怎么放松 你得先去感受它 你感受 就是你下次拉球的时候 你无论上旋拉 你还是下旋拉 你先感觉 自己这个引盘的时候 手臂是一个如何的状态 是紧的还是松的 松的 是这种微紧的 还是特紧 还是特松 还是放 还是有一点放松 这个你首先要感知到它 你才能控制它 不然你自己都不知道 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我们在引盘的时候呢 我的状态 你看我的引盘 我的手腕 实际上是什么角度 就这个感觉 就这么拉盘 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的感觉就这么拉盘 横板是这么握的 就放松到这种程度 它必须有松弛的感觉 松弛 你前期在引盘的时候 你把盘抓紧了 它就没有加速了 就像我的手 如果我放松 对对 放松 才有鞭打的感觉 如果你前期就是紧的 你是推 你不可能有这种松弛的感觉 就是突然间 一个爆发力 对 第二点呢 我们再说一下加速 你看放松 什么时候加速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点听 因为你拉球的时候 你引盘不是往后引的上拳 就是往下引的下拳 对对对 对吧 你当你挥避这一下 手还是足够松弛的 你看比如说引盘 松松松松松 然后球往前 我俩又碰撞了 紧 合力 一个是加速收臂紧 一个是手腕 这一下紧 紧 看一球左转 转 球跟球拍 接触这一瞬间 转中手腕 转中手腕 就怕大家是啥呢 比如说他引盘是这样的 然后棒 先紧了 比如说这是足够松弛的 很松很松 然后他一挥 他就开始紧 接触球的时候 他还是紧的 还是紧的 紧的拉球和放松之后 加速的拉球 那简直了 那不是一个状态 和这个我们想要的这种 摩擦松弛的这种加速感 所以呢 我们要找是什么 你看你 这是眼盘 咱俩这个角度吧 大家看得会更清楚点 对 看啊 球门看 一转转转 这时候都是放松 放松放松放松 然后球往我拍子上走 走 当你碰到这个球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 加速手腕 加速手腕 千万别 引盘特紧 这个角度吧 引盘特紧 然后一加速的时候 紧张 撞球 推走 就一紧张 他就撞了 他就不可能有摩擦了 推了这个 对 他是一定不会有摩擦 所以你要放松放松放松放 直到碰球这一瞬间 有一个加速摩擦 别到这就已经先紧了 或者已经把手腕转完了 然后再去推球 他就没有摩擦动作了 必须是 你看 哪怕我俩离到这个空间 就这个空间 我来 这个空间你都不能转 你都不能紧 不能紧 直到他们两个碰上这一瞬间 到你拍子 你肯定有感觉 你看 就这一瞬间一下 握紧球盘 摩擦动的就是 走 明白了 摩擦动的就是 你看 走 明白了 就这一下 明镜 马来 儿 是